来,我们上课了 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叫做E of Y的Comference Interval 就是Y期望值的信纳区间 那么大家也都了解了 它这个整条线会被包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一个区域里 这叫做E of Y的信纳区间 那么现在我们谈下一个信纳区间 这个信纳区间叫做我们谈Y的信纳区间 总体注意到E of Y跟Y这两个东西就差一个X 那么E of Y我们的理解它是一条直线 它是一条回归线 这条回归线到底会在哪个范围之内摆当 我们说有95%的把握 99%的把握 我们走到一个现在的一个区间 这样一个狭长的区域 认为E of Y这条线会在那个狭长的区域里头 现在我们不是找E of Y这个东西的信纳区间 我们找Y Y的信纳区间 由于Y是E Y加上E of Y 那你可想的是Y的值是比E of Y还在多一个量 多一个E of Y 虽然这个E of Y可正可负 如果F是负的话 Y的值会比E Y还小 F是正的话比E Y的值还大 可是在变化的程度上来讲的话 由于它多了一个量 所以它的变化程度 一定会比E of Y的变化程度 还来着大还是小 用你的直觉告诉我 大 当然很大 你有两个东西交互振动或是交互变化 你加上去以后两个的那个变化 一个本来振动这样 一个变化这样 两个相加起来 会振动幅度会来得更大 OK 所以 可想而知啊 这个量会比较大 那它走的路线还是一样的 它一样的是 你在X大这个地方 对上去去找一个呢 回归固测线上面的点 对不对 回归固测线上面的点 加减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 这个东西 和这个东西 我看它的符号是用什么 我看它636预约 它叫Predict 它叫Predict Pied 好 叫Pied Pied 一样乘上T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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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是 好 刚刚先看一下 s predict的平方 是原来只有s平方 乘上n分之一的这样这个东西 现在多加了一个1 多加了一个事实上的整个量 是多了一个s平方 看到没有 为什么多了一个s平方 变异数为什么多了一个s平方 从这个地方很清楚可以看得到 它的变异数是这个的变异数 再加上epsilon的变异数 看到没有 epsilon的变异数是什么 sigma平方 sigma平方的固碎是 s平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边多了一个s平方 所以很简单 两个事实上是同一件事 你只要知道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很快就可以推出来 你要去分辨出来 你在谈的是 e of y 的信赖区间 还是 y 的信赖区间 e of y 的信赖区间 我们把它叫做 y 期望值的信赖区间 可是这个信赖区间 我给你讲 课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法 说这种信赖区间叫什么信赖区间 你知道吗 它叫 prediction interval 就是说它这个区间 虽然也是信赖区间的一种 可是它的作用 不在于包夹它 它的作用在于什么 在做prediction prediction叫什么 在做预测 预测谁啦 预测谁啦 预测谁 预测 y 下一个 y 会出现在哪里 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要预测下一个 y 出现在哪个地方 我用的方法是什么 用这个式子 来预测下一个 y 会出现在哪里 可是原来我们谈 e y 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叫预测呢 因为它没有预测的概念 它纯粹就是你把我找一个信赖区间 找一个 e of y 期望值 y的期望值的信赖区间 纯粹就是把我找 e of y 的信赖区间 可是这边你谈 y 的时候 下一个 y 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你帮我预测一下吧 y 会出现在哪里 因为多了一个 s 无从掌握器 所以这个地方变化莫测了 所以它才把它叫预测区间 prediction interval 所以你如果听到 prediction interval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 prediction interval 你要知道同样的概念 但这个地方换成 prediction prediction的话呢 这边多了一个 s 平方 其他一样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一样的 整个 prediction interval呢 一样会有一个最狭窄的区的地方 狭窄的地方就出现在 x 等于 x 道的时候 x 等于 x 道的时候 这一样这个地方是不等于 0 可是父母父母是什么 同学你知道父母是 n 个 x 点 每一个点跟 x 法的相差的平方的相加 所以这边有多少项 父母这边有 n 项 分子只有其中一项而已 大家知道 所以这个量是比这个父母是少很多了 也是相当大概 n 人第一左右 对 n 人第一左右 这边多了一个 e 多了一个 e 的话 那就不止多一点点了 所以它的变化的程度啊 比原来 epsilon 的变化程度还来大 原来没有加一个 e 的时候呢 它比 epsilon 的变化程度还来的小 现在多了一个这个下去以后 那变化程度比 epsilon 的变化程度还来大 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的吗 所以同学你看一下 637 页 它画了一个图啊 它说啊 你看原来那个画蓝色的那个线啊 蓝色的两条 然后那个 虚线啊 围着一片狭长的一块地带 这个狭长的区域啊 就是 confidence interval 狭长的地带 confidence interval 那么 prediction interval 的话呢 你看它的宽度啊 它就比呢 狭长的这个蓝色的虚线 所为的宽度还来的大了啊 那大了不少 为什么 因为它大了一个 sigma 平方啊 大了一个 sigma 平方那样的一个量 所以 prediction interval 无疑的 要比 e 的 confidence interval 来到来的宽 宽的不少啊 原来你看 635 页那个图啊 那也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啊 那么你多了一个 sigma 平方下去以后 那变得大很多了 那么数学式子呢 你要了解 14 次 22 跟 14 次 23 主要应用是用 14 次 23 14 次 23 那个式子呢 同学们可以去计算 那么 14 次 26 这个式子呢 就是多了一个 s 平方的那个式子 你开根号 然后 s 提出来 就是 14 次 26 你一样可以算 那么我们用的 算 interval 的这个式子 像 14 次 27 14 次 24 这两个式子呢 都是在算这个 confident interval 用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14 次 7 这一节了 computer solution 那这一节呢 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去读呢 这个报表 这个上一次也没讲过 讲过了没有 会读了吧 你们哪个地方不懂 还有老师在说明的 举手 都没问题 都会读了 好 那很好 那 640 页那个报表啊 最底下的地方 有一个 predictive values for new observations 那个地方出来了 你看啊 那个地方就是 你有一个新的 observation 那么 你的 fit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x star 的值 那么 嗯 不是 x star 那是 y hat 的值 那个 fit 就是这个东西 他把这个东西叫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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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的值 就是 fit standard error of fit standard error of fit 是这个值 然后他告诉你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predicted interval 大家有没有读到 PI PI就是 predicted interval CI就是 confidence interval 他都帮你算不算 你知道吗 所以电脑报表呢 你要会看 他是什么意思 考试会有个题目呢 就像 44 射 43 这种题目呢 填你一个报表 然后请你回答问题 啊 相中问题是很很典型的问题 甚至有些报表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呢 你应该可以从报表 其他的 其他的 这个项目上面呢 你可以去算出啊 还没有填满的项目 你懂我意思吗 这边倒没有这个例子 其实如果你知道 SST 给你 SSD 你可以算 SSR吗 可以吗 那 SSR 的自由度应该等于多少 你是不是也可以填 懂吗 所以这个 ANOVA Table 事实上呢 如果了解他们的关系 你是可以把它全部都填满的 那么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我把 ANOVA Table 通通告诉各位 我就会请你去回答我底下的一个题目 那像这种东西都是很standard的问题 那还是要鼓励他的同学呢 你有Mini Type在手 所以 有机会Mini Type把我们这个CT 做完以后呢 用Mini Type去淘宝看 那去队长一下 你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出来 会有一些理解 会对这个 这个内容呢 会多一些把握 我们到十四之七了 OK 你们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 十四之八 你们在准备每一张的 你知道我们考试有两种题目 一种题目是解释 观念解释 观念解释会给你 好比说一个概念 请解释一下 好比说问你 什么叫回归啊 说明一下什么叫回归 是吧 那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应该想回归 他是要把 某一个 等号 左手边这个叫Y 这个叫什么数 这什么叫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叫E变数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Dependent variable 依靠人家的变数 其实任何变数 如果你想要去解析它 你想要去回归它 做它的本 归它的原的话呢 探它的原的话呢 你是想办法要去解释它 找一些自变数 这些东西叫什么 叫做 In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它叫自变数 所以它叫自变数 这些自变数呢 P个 就是你今天 之所以会有Y的源头 是这样的 在理念上头是说呢 就是因为这些X 用来可以解释Y 这个概念 懂吗 那么 这些X呢 如果 可以表现成为 这样的一个数学是 我们说 我们说 你给我这些X1 X2到XP 所有这些自变数的值 我带到这个设置里头 我就可以告诉你 Y该等多少 这个概念 到底是什么概念 是因果关系 还是相关性 这两个概念啊 请同学留意一下 这个概念 叫做因果关系 这个概念 叫相关性 哪一个比较强 因果关系比较强 还是相关性比较强 因果关系 所以 如果你能够帮我找一个 因果关系的话 那是等于在研究力学 研究化学 研究那种科学性的 想办法去找出它的成因 然后那个成因 是造成它之所以 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结果的 根本的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 它的因果关系 像材料科学 像力学 像这种科学性 自然科学的探讨 同样的 同样都是 绝大部分 追求它的因果关系 可是相关性的话呢 只是在找 它跟哪些东西产生关联 知道吗 产生关联 难道就代表 有因果关系吗 有关联代表 因果关系吗 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像这样说 他说 冰激凌使用量比较大的地区 治安比较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就去做 做一个回归哦 我跟你讲 他拿犯罪率当Y 然后拿冰激凌使用量 当水平的X 这个是犯罪率 这个是冰激凌 冰激凌的 冰激凌的消 消费量 当X 所以他发觉 两者之间 这样的关系 回归去 天哪 还敢吃冰激凌吗 你要跑一个地方 你要住在哪一个城市里头 冰激凌使用量比较少的地方 那个地方 自然会比较好一些 知道吗 可是你可以说 人吃的冰激凌 所以比较容易犯罪 如果人吃的冰激凌 比较容易犯罪的话 冰激凌是犯罪的什么 因果关系 如果犯罪率 只是跟吃冰激凌 有相关性的话 那这两者 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什么关系 只是相关性而已 那这个相关性 怎么来了呢 有谁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吃冰激凌 吃的比较多的地区 人们比较容易犯罪 解释一下 来 解释一下 这个题目是很有名的例子 解释一下 谁来 谁让你的 想象力 去驰骋一下 后面同学 来 让你的想象力 去奔驰一下 你想想看 为什么 吃冰激凌 比较多的地方 犯罪力会比较高 怎么解释 谁来说 谁说了 我加分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理由分数能使学生 愿意回答问题 来 直踢 来 而且 比较热的地方 比较容易 女性比较容易穿的比较少 就很容易的 有很多的饮用 这个是很必然的 或是相反的 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 这个相关系 没错 一讲讲对了 可能发觉比较热的地带 你看麦阿密 麦阿密那种地方 犯罪力多高 比较热的地方 有这样的倾向 就是说 比较热 这个 人会穿的比较少 性犯罪方面 会比较容易受到启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就比较燥热 比较燥热的话 脾气比较暴躁 就比较容易能产生一些暴动啊 或者一些控制不住的行为 就容易犯罪 这没有错了 对吧 这个解释 确实是 都是这样的解释 还没有别的解释 来 很好 比起说小孩在吃吃看 你说小孩子比较多 然后呢 小孩子比较多的地方 出生率比较高 出生率比较高的地方会比较平衷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好像比较富有的地方 好像出生率比较不会那么高 那比较贫穷的地方的话呢 小孩出生率比较高 是这样的 好像有这样的相关性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也加分 这个也是个 也是不错的一种关联性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相关性 就是说你如果 比较热的地方的话呢 你会小孩出生率会比较高 那地方呢 一般来讲会比较贫穷 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吧 这也是一种解释 来 可是像非洲虽然很热 可是应该没有什么冰激凌可以吃吧 以前没有冰激凌 不过现在应该有冰激凌 现在你可以说全世界哪个地方没有冰激凌可以吃 非洲有没有冰激凌 非洲都有可口可乐 你们看那个在报道非洲的消息上 非洲现在很多地方也蛮进步了 高速公路啊 铁路 高速铁路啊 是不是 都很进步了 所以 如果你找相关性来谈的话 事实上呢 这里头有很多的相关性 所以回归我们 对不起 回归我们找的 不是找因果性 是找相关性 所以这些质变数 这些X 跟Y是有高度关联 是有相关的 而不是说 是这些X 导致Y的产生 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这样懂吗 所以如果是 association的话呢 这个是关联性 那如果是 causality 这种因果性的话 那是causally related 一种因果的关联 因果的关联 那是踏踏实实 道道地地的一种关联 的一种 一种关系 它导致它产生 这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回归 那么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解说 就是质变数 然后易变数 这个我们希望能找出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点 一个观念上的很重要的地方 然后另外 我们来讲哪些东西 我们说呢 这个有观念考题 观念考题啊 基本上呢 是测试各位同学的观念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662页 662页跟661页 每一张的最后面都有一个glossary 这个glossary呢 就是该章节里头 该章里头的 的这个 重要的一些 一些名词 重要的观念 同学如果你有空的话 你应该多多看一看 然后透过这些 这些概念的回顾啊 去掌握呢 这一张里头重要概念 回归模型 什么叫回归模型 如果来问你这个问题 你应该可以回答了 什么叫list square 什么叫list square method 这是最小平方 最小平方法 是什么概念啊 最小误差 最小误差平方 那是什么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量 那它最小化 就让它这些点 跟这条线 这些误差 这是误差 这误差 有正有负 所以我先把它平方 再相加 总误差量 总的误差量 平方的相 去算它的最小 知道吧 所以透过 透过这条线 这条线是B0 加B1 乘以X1 B0跟B1 还未知哦 所以哦 B0跟B1是未知数哦 由于为了使它最小 我们用微积分 然后使它一次微分等于零 所以 得到两个连利方程式 算出B0跟B1出来 所以B0跟B1 是一组什么样的值啊 是一组使得你这个量 最小的那一组值 知道吗 是这个概念 所以是使用最小平方 这个方法 就叫Least Square LSE Error LeastSquare Method 这个方法呢 去决定 回归方式 所以回归方式的B0跟B1呢 它是这样决定的 那这个B0和B1是β0跟β1的什么东西 的 固测量 所以B0和B1所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固测线啊 是回归固测线 所以如果我问你这个概念 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 这个 回归固测线跟回归线 差异在哪里 那这个是回归线 回归固测线是这个 这条是β0加β1 这两条线 是不一样的线 差别何在 这谁回答 这个是随着样本而变的 对不对 这是某一个样本给了你 你从这个样本当中 找一条穿越这些样本的点 到那一条线 那条线 是this square 这个error 所算出来的那条线 对不对 这条线跟它有什么关系 这条线 这个是什么 谁说一下 软是软 你说软 这条是什么 这条叫 这条叫什么线 这条才是回归固测线 上面叫 回归线 这个回归线是理论上头存在的线 这条是实际上 你给我一个样本 我就可以给你一条线 那这个样本之所以 能够算出这条线出来 其实你想想看 你b0跟b1要能够算得出来 也是建立在呢 这个回归线的一些基础的假设上 我们算它出来 所以一切都还是从 这个回归模型上头 去导出来的 知道吗 所以这是理论上头 存在有个beta0跟beta1 所以我们才说 实质上头 我们可以算出b0加b1 这个线出来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头的 data所算出来的东西 这个是理论上头 你假设它存在的一条线 知道吗 所以这两个有所不同 另外还有这两个 还有什么关系呢 b0跟b1 分别是beta0跟beta1是什么 无偏估测量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 OK 无偏估测量 那么b1跟b0 事实上他们都是 常态分布 我们说b1是个常态分布 b1是什么样的常态分布 他的期望值是什么东西 b1是常态分布 期望值是beta1 变异数是这个 这是他的变异数 那这个事实呢 告诉我们说 他的变异数这里头呢 有一个未知的sigma平方 OK 我们再看一下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决定系数 什么是决定系数 那我问你 解释名词什么叫决定系数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情况 何谓决定系数 你会不会回答 他说 你来看他英文上面 他这边界定 他说呢 是一个 goodness of faith of estimated regression 你这个回归顾测线的一个 一个适切的一个程度 一个测量 你说他适切度有多高 适切 你的适切度 你的适切度 你的适合度有多高 OK 然后 他可以解释成为什么东西 出于什么东西 他是说 Portion of the variability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at is explained by the estimated regression equation 就是说 你在Y上面的 变异数 在Y上面的变异数 这是Y的总变异数 百分之多少 这个变异数的 百分之比 百分之多少 被 这一条 回归顾测线 解释 那你看 就是这个 这边一个Y 你把Y 用回归顾测线上面 那个Y的值 取代了他 其他一样 你看 这分子跟分母 唯一差别 就是这个东西 那显然就是用Y 去取代了Y 取代来看到是什么意思 这观念 还是要 请同学们要强调一下 这个观念还是很重要 你看你的Y的值 Y的值是不是在这边 你的Y在这边 所以Y当中呢 你能够算一个Y bar Y bar角是这条 这条是Y bar 那你看所有的Yi 是不是会跟Y bar会有个差距 会有个差距 对不对 就是父母这个量 这个量啊 是最大的 这个量呢 如果我这个回归的 这个方程 这个质变数 是取得好的话 我这Y的值啊 假設 是这样子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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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以找一条回归线 这条回归线呢 就可以取代所有这些点的Y坐标 然后呢 去算出 回归线上的这个点 浮测线的点 跟Y bar之间 你看 Y hat是这条 这条是Y hat啦 Y hat上面的点 跟对应到Y bar 这个差距 这个差距 这边到这边的差距 把这些线段的长度平方相加总 就是这个分子啊 对不对 这个分子只是全部变数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个幅度如果很大 如果是接近一的话 如果是等于一的话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 所有的点 跟Y bar之间的相差的量 事实上就是违规固测线 跟Y bar之间的差异 只有一种状况 才有可能是等于一 哪一种状况 点通通 点通通跑到线上面去啦 只有这样子啊 点都移到那边去啦 线外面的点都不见啦 所有的点都跑到线上面去啦 看到没 才有可能 线上的点 就是点 点 通通在线上 点通通在线上 线上的点 就是观察点的话 那当然这种情况下 百分之百 这是等于一 等于一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点自动成一条线 所以你发展回归线 刚好都通过它们 像你做苦克定律 砝砝 把那个砝砝 这砝砝的重量有多大 这个弹簧被拉扯的那个程度 就有多长 对不对 所以那个砝砝的重量就跟这个 弹簧被拉扯的那个长度 就形成一个异步异趋的一种 百分之百的一种相关性 那它的关系呢 几乎可以说是一百 百分之一百 是吧 这可以得到更加两千分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当然就要去算它了 如果你的点呢 是布满了整个空间 那你找了一条线穿过它 你希望能用这条线去代表这些点的话 那当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代表 对不对 当然代表性就不够高 代表性不够高的话 你就看这个量有多大 它去处理它 就是代表它的代表性 就是它的代表性 这个是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那么我们也证明说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是相当于什么 我们证明了什么 相当于什么东西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相当于什么东西 相关系数的平方 所以呢我们回归呢 做来做去呢 我们为什么强调 回归线上面的关系 不是因果关系 而是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 所以才会说 它的决定系数呢 就是相当于相关系数的平方 我们也很快的会证明一下 我们上回也都已经证明 所有东西看过 所以回归的概念呢 只是相关而已 而不是因果关系 那么我们也说了 这个MSE MSE是它的自由度有几个 四分解二 所以你的SSE呢 你SSE是这个 这个自由度是N减掉2 2从哪里来 是从这个地方买的 因为它决定Y hat是B0加B1乘以XI 有两个东西可以决定 线上的点的值 两个东西 就两个系数就可以了 B0跟B1 这两个给了你以后 就决定了Y hat 所以Y hat有几个 N个 Y hat有几个东西决定它 有两个 所以扣掉两个 它自由度是N减2 所以如果你知道MSE的算法 这个MSE啊 就是S平方 就是S平方的 Umbuds Estimates 固片固承 大家看662页这边 都才蛮多了 然后Annova Table会做吧 Annova Table也都会做了 所以大概 这个 14张这里头啊 再来就是 假设检定 检定B1有没有等于0 我可以问一下假设 假设的这个B1等于0 是什么意思啊 也是检验B1等于0 你的H0如果是B1等于0 这是什么意思 B1等于0 B1等于0是什么意思 X1跟Y之间 没有关联性 对吗 所以解释Y来讲的话 X不应该在模型里头 所以你某一个B1如果等于0的话 内向的X 是整个会等于0 对吗 所以你去检验B1等于0 我检验某一个B1等于0 事实上在检验什么 在检验它的质变数 那个XI 跟Y之间 有没有关联性 它是不是一个解释 Y的一个好的质变数 如果它等于0被拒绝了 代表这个关联性是存在的 如果它没有被拒绝 B1等于0了 等于0就代表 X1不应该跟Y有关联性 所以它不应该放在回归模型里头 OK 下个消息 看看有什么问题